雷军周弘毅现在的C位大流量没意见吧 有意思的是十多年前 他们甚至为了点流量都需要直接约架 什么不信能是百亿富豪 还和网红那样玩约架这样的剧情 不不不他们当时是认真的 请看这是12年周弘毅的微博 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叫做360的手机 在网上和雷军就吵起来了 他觉得雷军找水军是黑他们360 他急眼了要跟雷军约架 直接周一上午地点朝阳公园东门 而且家里居是男人的话 你肯定说别闹了周弘毅就是想炒作 这么有钱的人他能真的动手 男人至死是少年对吧 再说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周弘毅一直是很有江湖气的 这是他当年的回忆 读大学的时候帮同学出头被人捅了几刀 我看他这约架大概率是真的想动手 那雷军能跟他一般见识吗 湖北人大家了解一下九头鸟 雷军内计真实看荡不服就干 你真的以为是说说啊 当然了作为一个理工男 约架呢也要有约约架的严谨 关于这段后来在小米的书里边也有详细的描述 他呢让黎万强带着市场部的刘飞和钟雨飞等人 提前到朝阳公园东门去踩点 认真的研究站位和撤离路线 我不是在书上看到这么严谨的记载的话 我是不相信的啊你要说雷军年轻的时候没有打过架 我也是不信的 站位撤离 好的如果这么说就熟气了 咱们换个说法 就是两个身家几百亿的超级富豪要打架 然后一个身家几十亿的富豪 黎万强和一个身家数亿的老板刘飞 负责帮忙踩点 踩点这个词男人都懂的对吧 别笑啊别笑啊 是不是觉得这个事还真的像那么回事 你肯定以为最后就不了了之的 真约了 请看 这是当时的有好事者偷拍到的照片 有没有发现点啥 这个站位雷军双手插都一副 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的样子 俯视着周红毅 现在知道为啥雷军总要强到自己身高一米八了吧 再看看周红毅 拱着身子 双手护在身前 一副有话好好说的样子 而且你再看 没有穿红色的衣服呀 对于他而言 这个架都不用打 歇菜了 哎 怂了呗 对不对 雷军完胜 如果你知道这个事 再看看这张照片 大家能品出点啥了吧 小鸭 上次没跟你动手 我后悔了 至于事后很多人问 为啥雷军没动手啊 周红毅到底说了啥 那雷军最后停下来呢 反正有这么一个关系 就这两个人的夫人呢 当时是闺蜜啊 还总在一起相聚 周红毅会不会当时来了这么一句啊 君哥 这个嫂子今晚还要到我们家来吃饭呢 我要被你对吧 搭伤啊 这个挺不好的 不过现在没事了啊 周红毅已经离婚了 是不是感觉很魔幻啊 不过你想想 中国汽车行业 几十家公司 每年砸几千亿局做广告营销 最后那两个互联网科技圈的人 跑进来不花钱 把所有流量抢走了 都是没有道理的 对吧 最后所有的相爱终将相杀 你们幸福